現在菲律賓和印尼重新畫海上邊界 引起很多的版圖爭端 泰國軍政又搞政變 接著又去見泰皇 究竟東南亞那邊搞什麼呢 先講菲律賓 它這個動作證明了 我前很多集說過 菲律賓那個外交手段是很厲害的 我很多集之前說過 就是好像為那個人質事件 有些人都不是很明白 為何菲律賓十下十下 為何你說它那麼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印尼一簽了 再定個海線 一百萬上聯合國登記 為何你都有一個樣板 大佬 全世界被壓力了中國 要重新來定過 多厲害 是嗎 它找了東協最大勢力的國家簽 菲律賓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 在這個時間 積遷 這個是解決糾紛的模式來的 做了一個樣板在這裡 所以菲律賓他們這麼多年來 他們遊走歐美國家 是很有技巧的 那個外交手段 你不要當阿菲律賓十下十下 他假裝十下十下 假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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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他高手來的 他還有沒有大鑼大鼓 簽完才公佈 我不知道中國怎麼盤算 但這個都是好的模式 始終都不應該去糾紛 大家重新定我們這條界 大家各自發展 美常說不好事 那些是為了阿周和平 好了 這個方法 抹線阿周可以和平 另外一個方法 是我想出來的 還能串 因為這次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呢 是沒有人賣過出來的 這個畫面 是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畫面的 記憶中 蘇聯總統外面 是很少坐人的車 沒有的 美國總統也是 他是先頭部隊 是運了幾架車去的 總統坐的車 有士兵車的 不坐別人國家車的 安全問題 上幾次普京訪華 都不是坐中國的車的 但這次是 在上海 這次普京沒有運車 在上海 下機是坐中國的車 即是順德利哥 那兩架 習先生和普京那兩架車 我們看畫面 是應該新製的 家長版冰士 沒有人留意的 你的畫面 你沒有留意的 冰士這麼長 這麼長 是家長版 防彈那些 我相信普通的火箭炮 打不肯人 但普京是信你的 是應該不坐你的車 他這次是坐中國 坐的車 即是說他 他需要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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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國就需要順利 我記得大家順利 這個程度 剛才我說 重新定海隔 一個方法 再做一個方法 串點 我不肯打你 駕仔越南 我就讓海南島 和港西的北海附近 畫個地方 做俄羅斯 亞洲的海軍基地 丟你了 不要你出人像我 俄羅斯實際 就是學美國鬼的招 在日本 是不是 你放在那裡崩 基地丟 我就放俄羅斯基地 在那裡 茶棧督撐 挺威風的 是不是 鎮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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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又下 但這次是很大的突破 有一種 俄羅斯給中國 很大的技術轉移 俄羅斯給中國 但我不能說 基於安全問題 就不說 否則就不會簽了 四千億美金的 和它馬千元器 幾十年 但俄羅斯是 轉移一些技術給中國 對中國很大 不維護你 但我主要點 俄羅斯要求他 擺一隻三板 在那裡做海軍基地 就扔你了 那你 你敢把他射 他 甚麼艇都在那裡 都沒有人敢動 你也擺一隻三板 擺一隻三板 在那裡 在那裡游水擦枝旗 在海南島 在越南一直不肯這樣動 在越南那些工具 行賣和俄羅斯 賣給他 幾十億軍火 你想到你一動 不賣拍給你 那些混蛋 是吧 遙控那些密碼 你那些膽子都不肯出 我覺得 凡是那些電子密碼 怎麼可以改得你 都可以留一手 是吧 是吧 即是賣一部手機給你 有甚麼機關你不知道 怎麼會爆炸你的手機 怎麼會 燒了你的膽子 是吧 這個又是奇招來的 怎麼會叫俄羅斯 做個明義上的海軍基地 就在那裡曬太陽游水 拿著那女人喝紅酒 而已 有波架而已 做幾隻三板在那裡 擺一擺一擺就行了 那已經有震撕作用了